第一家店是2003年4月3号 正式开业了 第一家店要想成功 离不开这个六个因素 第一是店面的位置 经过银边炒肚皮千万抹炫 你看这个铺面的位置 我这个铺面的位置应该属于一个尊经国的位置 第二是环境 成都市我们是第一家用这种火锅做引到火锅做传承箱 第一家引进了这个签字筒 你看现在的签字筒都演变了 在桌子上放签字了更干净了 第三是我们的味道 福吉传承箱应该是一种典型的酱香味道 用了三种不同的海椒 还有20多种香料 这么多味道融合在一起就参成一种 浮和的酱香味道 成都话说你喝过了嘴皮 我就喝了你的毒气 这个东西是参不到脚的 能够成熟的范围之内一定最好的食材 卖串串就是每一家都有牛肉 但是要不然牛肉就说出来 油滑油嫩还得有嚼劲 就确实要考虑厨师的功夫 这个是牛肉的黄瓜条部分 腿子肉 它每一条牛身上只有四块肉 我们精线的后腿两条 加入鸟酒 加入姜葱水 加入食用剑 有少要炒过小时左右了 两多哈 这个牛肉必须用手板 才能是牛肉伤劲 肉质很紧 口感很好 很冷 帮牌主要说主要体现的就是 大口吃肉 大碗喝酒这种 英雄气开 我们帮牌都是用金牌煮的 这样才能够脱骨 第四是我们的服务 所有道店的客人 都是我们的青红好业 我们在家里面弄饭给他们吃 第五是我们的价格定位 我们定价都是有个原则叫做 旧低不旧高 因为要真心就是说 让我们这些工薪兼成 花最少钱 更多的长达更多的菜品 你拿满目的一两百种菜品 同手无期 货政价值可能也是 顾客对我们最大的评价 在这家呢 我觉得很久很温得起 它的味道 多少是多新鲜呢 每次吃菜品还是多新鲜呢 我一个月 不到来两天才吃 第一次来之后发现 他们家新鲜比较高 味道也好 然后还有他们菜品也多新鲜呢 第六肯定就是 需要一些营销宣传 我们就建立了自己的会员系统 我们就是每个月十六号 都有一个三点八字的 会员日的低价活动 很多消费者 一级帮我们在每月十六号 变成他们的家庭日了 最起发的是明天饭店两口子 零几年是因为他们做中餐 九点个他们就收摊了 一个星期七一天 居然四天都在我那儿 让通行人口 这是我附近传商最大的欣慰 因为参业通行 他们嘴巴是非常非常挑剔的 能得到他们人口 我觉得这个唯一在上面 我就是说相当有自信 我也希望很多同行系 经常过来照顾喝酒交流 也希望就是有些对餐饮 有意会的 有些相处餐饮的消费系 都可以过来 我们经常探讨 能不能看帮这个餐饮 都做得欣欣相容